三十年前我跟着宋肖志老师超方 那么有一个病人是从宣武医院转去的 他的临床症状是剧烈的头疼但又偏盲 宣武医院当时做脑血管造影 诊断为脑血管瘤压迫了视神经的一个通路 在那个时候这个区域手术是很困难的 所以那个西医大夫说哎呀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 手术是有很具有危险性 你要不干脆去找中医去试试 我们中国的西医大夫很好 当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会推荐病人去找中医大夫去试试 那么这个病人呢当然抱着一线希望就来找中医大夫了 到了东正门找到我们宋老 我们宋老沉思良久 这个病人呢给我印象很深 因为他头疼一个眼睛就是睁不开 然后有偏盲他感到很痛苦 他感到很绝望 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 当时是个女同志只有40岁左右 宋老沉思良久 开的是破血猪瘀的抵挡汤 只不过没有让他做汤器吃 而是把这几个药让他做成散剂 装在胶囊里头吃 这一个胶囊也就是装0.3克左右 怎么吃呢让他开始先是早一粒晚一粒吃吃看 那么如果说大便还是一天一次 没有一点吸软的表现的话 那么再增加一粒早一粒五一粒晚一粒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么主要观察大便 就是保持一天大便 有一次比较吸软的大便就可以了 那么超过两次就减量 要是一次到两次就不要减量 就吃这个量 就让他长期的吃 这个病人呢 吃了一个月症状没有改善 宋老说再接着吃 吃到两个月的时候 头疼减轻多了 视野开始恢复 吃到三个月的时候 几乎头部疼了 我好像觉得他连连前前后后吃了半年 视野完全恢复 头也不再疼了 那么半年以后呢 他去复诊 因为症状全没有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血管瘤难道能够化吗 我就劝他再去做一次脑血管造影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没有核磁共振 没有CT 连B超都没有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能够查出脑血管瘤的 唯一诊断方法就是脑血管造影 而脑血管造影 又有一定的危险性 又有一定的痛苦 所以病人不愿意做 可是我总是想来看一看这个病人 为什么症状改善 脑血管瘤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就 有一天 就是背着宋老 我不敢让宋老听见 我说你必须去做检查 这没准这个瘤子跑到别的地方 更要害的地方 那么现在藏在那个地方 哪一天突然破裂出血的话 那直接有生命危险 所以你必须去做一个脑血管造影 证实一下 我说这个东西是很难消掉的 他听我这么一说 后来他告诉我 一晚上没睡着觉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起来 我也太年轻 不应当这么做 他第二天就到宣伙医院去拍片子去了 拍完片子以后 拿片子的时候 他和放射科的那个拍片子 那个人说说你给我对照一下 这两个片子有什么不同 对照完了之后 说这个片子是你的吧 说这个片子是你的 说这个片子不是你的 说怎么不是我的呢 说这个片子上有脑血管瘤 这个片子上没有 说这个片子就是我的 当年检查出报告的时候也是你 说这不可能 宣伙医院说这不可能 这原来怎么能有血管瘤 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所以那个人就 但是对照起来 前后插了半年 就是没有了 他就问你怎么治疗的 他说我就是找中医大夫 一直吃一种胶囊治好的 但是从那到现在 用低档汤做成散剂治疗脑血管瘤 有这样好的效果的 我只遇到这么一例 后来呢 我也遇到类似的病人 我也给他用过 也许是病人自己 在坚持吃药方面有些困难 也许是由于现在手术技术的提高 病人坚持了一段以后 就是症状缓解的太慢 他后来就做手术了 所以没有像这个病人 能够坚持了半年 而使脑血管瘤完全消失 所有的临床表现都消失的 当然这个病人非常遗憾的是 我当时一直记录着他的名字 他的地址 后来几次搬家之后 我就找不见这个资料了 我是一直是个遗憾 如果我现在还能够随访他 当时他40岁的话 现在30年过去 他应当是70岁 那么到底他的远期疗效怎么样 很可惜 这个远期的随访的资料找不到了